你 放尊重一点 路总 真不恨 真不恨得轻一口 放手 等一下 放手 放手 喝酒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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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说的啊 清晰点吧你 等一下 展示 咪板 一晨 一晨 咪板 不是 陆总 陆总不是 陆总 这个环境实在不适合 我先走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不跟你说了啊 你那个回头再聊我挂了啊 拜拜 夏凡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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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夏凡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找他干嘛呀 我跟他也没关系 那咱上车的时候啊 走 娘娘 我给你拿着 慢点 慢点 我拿吧 你酒没睡啊 家里有人也没人管你了 谁喝的水 喝点水 饿不饿 你 你先睡会儿吧 你看你这脸色 走吧你 我没事 那你起来给我打电话 有事随时叫我 好 我走了啊 慢点睡会儿啊 睡会儿啊 睡会儿 你在这儿等了一个晚上 腿怎么了 忙了 你怎么会在这儿 我 我昨天晚上接到美杨的电话 什么话也没说就挂断了 然后我回国她也没接 我还打完你的电话 你也没接 她 你能告诉我她怎么了吗 我刚给她送回家了 昨天实际上是美杨参加那个 甲方和老板的聚会 那个老板她喝多了想占美杨便宜 那美杨没事吧 不 你放心 她没事啊 没事啊 昨天主要是她们那个聚会的地儿 在郊外 美杨她自己大半夜的一个人回来吧 她可能就是害怕 最无数的时候给你打了个电话 你知道那个甲方的老板是谁吗 你要干吗呀 我可跟你说啊 美杨是当事人 你要干什么 你得经过她同意